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月13日清晨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接到报警 一名出租车司机称深夜被劫 警方立即赶赴了案发现场 据司机小王说凌晨五点钟左右 一位乘客在市区里上了他的车 要去往城乡结合部的兴隆小区 这个小区位置比较偏僻 当时小王心里一紧 但是看到这个人性格随和 讲话也很客气 慢慢的打消了过 十几分钟之后目的地到了 坐在副驾驶上的乘客突然掏出了刀 架在了小王的脖子上 他威胁着要小王交出所有的钱 五天前才承包下车子 开始跑出租的小王顿时被吓懵了 特别害怕 他说他是心慌的 我要钱给你钱 不是我给我媳妇打电话 让你睡点 今晚不要拿到杀王 小王把一晚上拉活收入的六百多元钱 全部交给了劫匪 劫匪下车时 还抢走了小王的车钥匙和手机 之后迅速逃算 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不要报警 死人执打烂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抢劫案 从去年12月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在呼和浩特已经连发了12起 被劫的都是出租车司机 劫匪都是手持凶器作案 这一系列的抢劫案是同一人所为吗 如果是同一人 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疯狂 频繁的作案呢 系列抢劫案的第一起 发生在去年的12月14日 早上7点半左右 低哥老高 在市郊 人流密集的开泰市场附近 拉上了一位乘客 去往两公里外的淡场路 这位乘客上车后的举动 让老高觉得有点奇怪 搬了一下午 那个车里不是都有摄像头吗 搬了一下摄像头 我就不对劲 结果问你跑多钱了 我说大早上出来 头一趟活哪跑多钱 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措施 呼和浩特的出租车 都在前风挡玻璃上 安装有摄像头 当司机按下机架器时 摄像头就会给乘客留下影像 这位乘客搬摄像头的举动 虽然让老高生疑 但由于他要去的目的地并不远 老高放松了警惕 老高开了四年的出租车 这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种场面 见劫匪挥动了斧子要钱 他把早上出车刚刚挣到的钱 全都交了出去 结果说你不许报案 报案我过后去假期站 去砸你车去 结果我一想 那我说行行行 只能他说啥我就说啥呗 我只能咱人不受伤害最重要 劫匪得手后逃跑了 之后老高报了警 公交分局的刑警 在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但是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物证 老高反映说 劫匪上车时 曾搬动了车内的摄像头 警方在摄像头上 确实取得了一枚指纹 但是指纹库中 查不到向对应的人员记录 由于劫匪搬了摄像头 调取的照片中 只留下了劫匪 一个难以辨认的侧脸 北方的冬天天亮得很晚 加上案发地点偏僻 警方没有找到目击者 对周边居民的走访 也一无所获 警方的侦破工作进展缓慢 随后的几天 抢劫案有接二连三的 在呼和浩特不同区域发生 都是在深夜 案发现场都很偏僻 都是一人迟到作案 抢劫案频频发生 恐慌的情绪 在城市中不断扩散蔓延 这个游离在黑暗中 迟到抢劫的身影 让低哥们弹劫色变 市民正常出行 甚至都受到了影响 后窗事件 没有这么这么的 疯狂转问案 没有发过目准案 这类的抢劫案 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意性强 任何一辆出租车 都有可能成为被劫的对象 这个劫匪会不会继续作案 下一次作案 他会抢哪辆车 在什么地方抢 什么时间抢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而几位受害的司机 对于劫匪的描述 也让警方的侦破思路 出现了分歧 这些说法是什么故意 普通话 说话我也没听到出来 好像也就是本地的 听的不像是本地 可能大概是东北可验 反正就是那种圆脸型 脸比我宽 恶大光头藏脸 几位受害司机描述的 劫匪特征都不尽相同 这几张照片 都是从受害司机 车内的摄像头获取的 但是没有一张 能够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面部特征 他就一上车 我们这个出租车的 就是那个摄像 那个就是那个拍摄 那个他是瞬间拍摄 他瞬间就按那个计较器 他就知道你按的时候 他往这么一躲 或者就是 就那么低的头 基本上我们就没见过 他的整个就一样了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化妆 后来我们 最后大家的一点 还是倾向于一个人作案 统一思想后 警方理清了 劫匪作案时的几个共同特点 一是大多选择深夜作案 二是上车后 会故意躲避摄像头的拍摄 三是只抢钱 不抢车 四是得手后 都会拔车钥匙抢手机 逃走时 扔到离车较远的地方 由此警方判断 作案的应该是 同一名犯罪嫌疑人 可以并案侦查 此外 根据极起急案的案发地点 警方还分析出了 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突出特征 因为他地点都比较分散 有一些他选择作案地点 这个受害司机 就在他作案地点赴免住 但是呢 就是他抢劫他这个地方 这个司机都没来过 所抢的地点特别隐蔽 就是 让你感觉这个地方 不应该来 不应该能找见这个地方 符合这种说 对所有的地方都比较熟悉的人 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分析很有可能 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抢同行 这是个大胆的推测 但呼和浩特市的出租车 有六千多辆 从事出租车运营的司机 有一万多人 要在短时间内 把这些司机都摸牌一遍 找出符合算案条件的贩子嫌疑人 这也是大害劳证 在警方的摸牌过程中 集体结案又接连发生 还是一人作案 还是相同的手法 到2013年1月13日 结案已经发生了12起 出租车司机被抢劫的金额 共计有六千多元 怎样才能尽快破案呢 警方的视线重新回到了 去年12月14日 发生的第一起案件上 警方分析 劫匪第一次作案可能是临时起义 见受害人没有反抗 之后才会频频作案 而且后来作案的时间 都选在了不亦被发现的深夜 那么在第一起案件中 劫匪上车的地点开探市场 就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住所附近 或者是他经常活动的区域 于是警方对这个区域 展开了重点侦查 开探市场是呼和浩特市西郊的 一个大型农贸市场 平时人流密集 环境复杂 今年1月中旬 警方在对这里的摸牌中 意外地抓获了一名贩毒人员田某 审讯中田某交代的一个情况 让警方眼前一亮 有一个这么个人 这段时间的出手特别大 以前的老跟人搞价 这段时间的这个人的手脚特别大方 说多少钱就给 后来我们当时就是问 这个人叫什么 后来这个跟我们说出来 叫啥不知道 这个小名 田某交代 最近买毒品出手很大方的这个人 小名叫二子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身材较壮 至于二子的真实姓名和住址 田某也说不清楚 最后他还提到 这个二子有几次来买毒品 都是开着车来的 然后呢知道他那个 好像呢有个出租车 第一哥 尹君子 这和之前警方分析出的 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 关联度很高 他平凡的抢 然后呢这个钱呢 多少面额他都拿 就那一块的他也要 所以像这种人群 就啥的特别需要钱 而且花销又特别大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啥了 如果这一起案 抢的钱多了 那么下一期 这一期抢的钱多了 跟下一期间隔 之间的长 这一期要是抢的钱少了 那么紧接着很可能 第二天晚上就要连续坐 十二辆出租车 一个月内接连早节 以前跑夜晚 现在不赶跑了 这个时机控管性也很大 结尾到底是谁 叫啥不成这个小朋友 一个线索的出现 让他最终现身 我们过来找找这个车吧 深夜大车的男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毒贩田某交代的二子 很有可能就是出租车 系列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在抓获田某的开泰市场附近 进行了蹲守 但可惜二子并没有露面 而仅仅根据一个外号 和疑似出租车司机这个身份 要想在短时间内锁定二子是谁 那太难了 这个时候 侦破中出现的一个线索 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一些GPS打出来的 被抢司机的行驶路线图 都进行了汇总分析 结果发现 在这些被抢司机的附近 总能出现一辆同一排号的 出租车的轨迹 原来在呼和号特市 从事运营的六千多辆出租车内部 都安装有GPS系统 能够对车辆进行定位和监控 在系列抢劫案发生后 警方根据GPS记录的 被抢车的行驶轨迹 对案发地点进行了标记和弊对 GPS它有个啥系统 就是这个出租车吧 它那个停线以后 它有个停车点 它就圈域圈化 就是那个电脑的地图上圈化出 这一圈的停问哪些出租车 这个车在哪停过 什么时间停过 比对有了重大发现 系列抢劫案中的吴起 在案发时间段内 一辆伟号480的出租车 都曾停靠在 司机被抢劫地点附近 而且都是在案发后不久就离开 这辆车会不会和那个二字有关呢 我们后来是找找这个车吧 警方找到伟号480的车辆 所属的出租车公司 对车主的情况进行调查 他们了解到 这辆出租车是几个月前承包出去的 承包者是个女人 通过调查呢 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呢 她是驾驶这辆出租车 她是开的白板 她的夜半还有一个司机 这个司机呢 是她的一个同居男友 女司机的同居男友叫郝强 而周围的人都管郝强叫二字 警方马上对郝强的行踪 接下了路口 有时候想跑就跑 不想跑就放那 她这个跑车呢 不像是你自己人都在忙着 都在忙着挣钱 这线索就上来了 是这个人吸毒 完了咱们就受盖司机呢 咱们也秘密的 也对他进行了辨认 感觉这是很像 很像 这然后我们就决定对他进入车 现在从新城区政府 十四路口 向正南方向行驶 你们 强立刻从万达跑场 往西 到 路管市里头口拦截 现在咱们已经发现 这个嫌疑车辆了 我们就在后面跟着呢 2013年1月21日下午4点钟左右 好强从女友手中借过出租车 跑灭 此后警方一直利用GPS系统 监控着跑强的行动 17点左右 警方确认出租车上没有乘客时 将跑强抓获了 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剑刀和毒品 经过审讯 犯罪嫌疑人好强 对自己连续作案12起 抢劫出租车司机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记者在看守所 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好强 看得出来 进了看守所的这一个月 他被频频发作的毒瘾 折磨得十分虚弱 没感觉 红色拿手就 拿手就是 冷的汗水野外的 控制不了自己 今年40岁的好强 染上毒瘾已经有10年了 他喜欢打麻将 经常通宵达旦的在牌桌上奋战 他第一次接触到毒品 也正是在一场牌局上 十几年前 好强从老家内蒙古吉宁 来到了呼和浩特 他有生意头脑 做起了蔬菜批发生意 还经营了一家旅馆 几年下来 他积攒了比较厚实的家底 还在市里买了房子 娶了媳妇 日子过得挺滋润的 好强说自从吸毒之后 一切都毁了 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打理生意 而随着毒瘾不断增加 购买毒品的花销也越来越多 最多时 一个月的毒资需要近三万元 吸毒让好强慢慢的坐吃山空了 多年的积蓄花完了 房子卖掉了 最后家也散了 好强吸毒之后 家产被挥霍一空 妻子也不死而别 但这些并没有让他就此醒悟 为了满足毒瘾 他不断的向身边的朋友借钱 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四年前 好强连最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 他琢磨着靠开车的技术挣点钱 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开出租车的赵丽 那个时候赵丽离婚不久 带着个孩子生活十分不易 赵丽觉得好强虽然不善言谈 但人挺老实 在一起生活能有个照应 不久后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 承包的出租车由赵丽跑白班 好强跑夜班 十二期抢劫案 嫌疑人的女友是否涉案了 他说出多年前的一段遭遇 深夜大车的男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出租车系列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 好强已经归案 他的女友会是案件的同谋吗 据好强的女友赵丽讲 他对好强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我这次知道人家能干这些 挺可恨的 尤其现在社会太复杂了 人也太复杂了 赵丽表示自己是好强被抓获后 才从警方那里得知此案的 按说他们两人同居三年多 平时应该是朝夕相处 无话不说的 男友在一个月内频繁作案 赵丽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吗 赵丽说自己虽然和好强住在一起 但由于两人都忙着拉活挣钱 实际上每天相处的时间很少 他对好强并不了解 赵丽说他和好强只是每天车子交班时 才有短暂的接触 见面时两个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 就是早上回去 我走他回来 下午我回跟他走 就没有说话时间 就连好强有吸毒的恶习 赵丽也是刚刚从警察的嘴里才知道的 哎呀 在我跟前就没发现这种 我啥也不知道 我也要知道可能 你们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 他不知道你吸毒 不知道 你吸得不在哪里吸啊 我一般是在车里啊 或者是去别的家 去哪里去哪里吸 他不懂咱 问我我就做感冒了 或者啥呀 找不到一块 在赵丽看来 虽然两个人之间沟通很少 但能在一起生活 毕竟自己是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然而时间长了 赵丽发现这个男人有点不靠谱 他有时候 比如说对会儿给我交不上份钱 感觉这一个人孤独惯了 好像没有孩子 没有老婆那样 赵丽说 他们承包的出租车 每个月七千元的份钱 有两个人平均分摊 而好强不但经常交不上份钱 有的时候还说 手头紧管他来要钱 为此两人发生过多次争吵 我说我没钱 我说你 真的 我说我我就是这种情况 你愿意跟我再 不愿意你就再去找年来有钱 你也没结果还 对吧 好长 跑出租的收入 根本满足不了 好强吸毒的需要 从女友的手里 欲要不到钱 好强渐渐的动了邪念 好强说 每次作案时 他内心也很恐惧 但当毒瘾发作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买毒品 抽 抽完不难的时候 就考虑到后果了 他这发放了 土壤还协助造成 归干之后 好强交代 抢来的钱 他全部用来购买了毒品 而连续作案 十二起的经历 自己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之后警方也通过走访调查 排除了赵丽涉案的嫌疑 在采访中 身为女司机的赵丽 提到了自己的一次被劫的经历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 两个年轻人在他的出租车上 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照例说 当时因为没有受伤 被抢的钱也不算太多 就没有去报警 但直到现在 一想起这件事 他还是惊魂未定 从赵丽的话中 可以感觉到 他对那两个劫匪 是又怕又恨 而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身边的人 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目前犯罪嫌疑人好强 已经被呼和浩特市检察机关 以涉嫌抢劫罪批捕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马埃教授 欢迎马老师 作案的嫌疑人 他身为低歌连续作案12起轻易的就这么得手了 他是抓住了受害者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应该说也正是由于他的低歌身份 他对低歌就比较了解 对这个行业了解 对低歌这些从业人员也比较了解 那么如果从心理的角度看 你看 第一 他抓住了低歌这种破小财免大灾的普遍心理 在这种抢劫的犯罪当中 低歌一般不会以命相拼 这样就容易让他使得他容易得手 再有一点 出租车这个环境它相对封闭 因为低歌有的时候即便是呼救 也未免能够引起路人的注意 那么他没有人帮助他的情况下 低歌也容易就范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报案的 或者说好强交代的 可能都正好是这12起 我估计有的时候 他可能还有14起15起 他没有交代 那么不报案 他就是一种什么心态 怕麻烦 我与其花一天的时间去报案 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笔录 那么我把这个时间用在运营上 没准还能把损失拿回来 因此我们也是提醒低歌 如果大家都不报案的话 受损失的是你们整个的群体 作为一名吸毒人员 他还驾驶着出租车 是个运营司机 他现在犯了案了 他所在的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 是这样的 咱们在去年公安部有一个专门的法规 叫做关于加强吸毒人员驾驶机动车管理的通知 在通知里明确的规定 如果你是吸毒成瘾人员 不能够领取驾驶证 如果已经领取驾驶证的 必须强制注销 这个我们俗称叫毒驾 毒驾 那么既然毒驾 他连驾驶证的资格都没有 你想他还能有出租车的运营资格吗 如果他明知道他是一个吸毒人员 仍然使用他的话 就应该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有句话说 一日吸毒 终生戒毒 毒品这个东西不是你觉得好玩 沾染上了就可以轻易戒掉的 你要用一生去和他做对抗 所以像好强这样的案例 足以给那些对毒品还有好奇心的人一个警醒 同时我们也以本案提醒广大的低歌低解 希望您在运营的时候 注意安全 平安歧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日说法 也感谢马老师参与美国社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